我泡麻麻就泡麻了 阿姨 哈姓队德老师唱歌连文博 科文也专是罗马评音 最近就向美省略台语思念学校 但又其实台南口鼻高校 在100空国年就拍头顶 专行思念学校 不然跟哈姓台语 当时退杀赛拉压艺 跟党都相当集齐 毕竟如果台语是我们说台语的母语 也希望大家的孩子可以都学习 现在的孩子其实都不能说台语 所以如果哈姓康好好要教 其实我是很支持 口皮的部分 他们目前一到六年级 在有关台语的课程的结束 除了两节的台罗拼音课程 那还有布定的一节台语课程以外 他们也增开另外两节的台语课程 所以光是台语相关课程就有五节课 高雷银子在昂金时期哈姓无语 好方出版西本相关九十以外 在无同的哈姓改端 高零级的哈科地识 都会带台语课程 做定罪学校 客厅总继所直接有十六节 超过哈姓总继所的一半 铁育课也设计 这些课程我们会加入台语 我们自己的厚本课程是在地的游客 找一个经典 做一个沉溺的纠客 我们外出也是全定都使用台语 对技研的学习 当然是越早越好 听我说可能更简单 咱咱咱们就要为越小了 开始越好 我们台南也是很多人 所以来去修用台语 没语 可以这样更完整 可以进行有一个实验小学 这也可以看出政府队定 我们这个没语 这样的一个决心 要来教育 要来推动 教育就表示 台南对推动本土 以言教育相当重是 美南人有好好意願专行 会呼到好方 以教定书 提出是一样结尾 两个最重要的 也就是爱因娜 得得修用母艺 跟中备交流 让本土以言 落赏第一项性化当中 在咱们先不要说话 三红报导